这个小男孩自称是眼前女人的王夫转世 为了证明男孩的身份 阿珍找到哥哥让他来测试男孩 可没想到哥哥问出的问题男孩全都知道 而且还说出了这个家里很多的私事 但大家还是不敢相信男孩就是萧恩转世 可此时的阿珍内心开始动摇了 他坚信男孩就是萧恩转世 于是他邀请男孩在家里住一晚 男孩对家里的一切似乎并不陌生 他走到书房自信地说 这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 一家人从完全不相信 变成了半信半疑 此时阿珍的母亲问男孩 这一刻母亲也开始相信男孩就是萧恩转世 第二天阿珍带着男孩来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餐厅 他对男孩说 一个男人要养他的妻子 保护他关心他 你这么小怎么满足我的需求 回家的路上 阿珍还是对男孩说出了他的担忧 他认为和男孩在一起很不切实际 毕竟两人有着年龄上的差距 男孩没有说话 在他眼里爱一个人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可阿珍的未婚夫马克出了问题 自从男孩出现 他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当晚马克就请来乐队 为他和阿珍的婚礼提前做彩排 可坐在后面的男孩一直在踢马克的椅子 马克警告他不要再踢 可没过多久 男孩又踢了起来 马克忍无可忍 当场发飙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他拽着男孩来到一个房间 对准男孩的屁股发疯般的抽打 把对男孩的不满全部发泄了出来 好在众人及时赶到阻止了马克 男孩被吓得不轻 穿上衣服跑了出去 而马克的行为让阿珍非常伤心 马克知道 此时的阿珍已经彻底被男孩吸引 于是他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家 这场爱情他选择退出 很快阿珍找到男孩 男孩深情地望着他 这一刻阿珍感受到了男孩对他的爱 不 是萧恩对他的爱 他对男孩是萧恩已经深信不疑 可直到这天 一个女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一切 他把男孩带进房间 对他说 你真正爱的人是我才对